第七這兩個節目是停領單位的問題 然後練習還有一整個是中和題的 第七題編制正確的總理表 就是說你知道哪些報表是放 哪些項目或者是哪些交易的金額 是放在總理表裡面的 好 第一 好 第一個 如果你的書是第七百 請你看到第六十六頁 我們已經已經講到至少六十六頁了 那回去做的練習 請你做第二章的練習題第六跟第七 這兩題都是屬於停領部門的報導方式 好 因為很多計算 七十六頁 不是 八十一頁的第六題跟第七題 好 第七版的話 第六題跟第七題 還有中和題的第一題 好 這次呢我沒有叫大家交錯列 之前呢這個交錯列我覺得很開心 來 找聯習 我放單 因為我想如果題目都太多 大家一定會覺得 啊 現在都反正都不完就算了 所以我當然我就勾每次了 還是勾自己給你了 那我相信你自己去做練習 好 這樣子至少你有了辦法 那我應該講過了 千萬不要看著題目對著答案說 嗯 作者寫的很有道理 就是這樣 因為考試的時候沒有作者的題 所以答案可以讓你們在旁邊看他寫什麼道理 這不是你們在看他寫什麼道理 看到題目 我一定要提你啊 要自己來 試著 自己嘗試先做 做不出來 想不起來 為什麼 該怎麼做 好 所以你就去看一下後面的答案 好 看了 我決先看一部分就好了 那你試到他 看完了 你現在看他的原因在哪裡 接下來你要自己做 好 所以不要幾個題目 從頭到尾把答案都看完了 你都沒有思考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不好 好 所以我要建議說 你剛開始寫的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先勾一下答案是怎麼做的 哦 從這裡開始 好 接下來就自己往下去思考看看 接下來自己做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學中派 我做中派的題目 我曾經一整天做自己 看著答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不出來 為什麼我就不想往下走 可是這是一個不好的一個讀生方式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剛好還有一個盲點在那上 你是看不出來的嗎 大家如果在玩ready page 有什麼就是 遊戲 你是我在那裡玩 怎麼知道 是過不了關的 過到一百點下 就是有別的事情 待會你們要看 原來有這幾個五個可以穿一起 我怎麼不會把它穿起來 這是一個比喻 你知道你一直在轉頭的 牛角尖的時候 你其實很多東西 你是看不到的 你反正得不到的答案 就是說當你呢 誒 做了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跳完了答案之後 這是你這番前面的 課樓上面的一個解說 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不行 你就跳出來 進去做別的事情 好 等你休息一段時間了 你這樣回頭看的時候 有時候會突然插線 什麼燈我三百次 然後內容就在那裡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什麼 你就很容易把問題看出來 可是你一直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很多同學來問我說 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過會計題目 我做了兩次 三次 可是我考試出來都是 考試出來的結果都不好 那我說 那你怎麼做呢 好 兩次 三次 都是看著題目對著答案 那你自己都沒有去思考啊 這樣的答案 你覺得你永遠不會虛擬 所以我說呢 你做題目 不再多 不再基 你搞清楚為什麼 是比較重要的 好 所以我是走三題 但是不是代表說 我就把這三題 滾瓜爛熟的 把它重複寫它五次十次 我告訴你 就不會有問題 就不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在考備送 所以來侵犯別人這種方式來補充 這樣禮拜祭 你花了很多時間 只會適備怎麼辦 所以請你記得 一定要做每個題目 一定要知道為什麼他是這樣做 然後知道之後 你要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搞懂 就要再找一個題目 我說呢 你要練習到 你的觀念有沒有熟透 這個串通到什麼程度 這個流暢到什麼程度 我看到這個題目 我第一次做 我第一次做 如果你的練習 可以做到這樣 那種保證 你考試沒有問題 那我說讀書 是用考試方式 第一個就是什麼 讓大家有一個 什麼時間點 我要把某些東西讀到哪裡 好 第二個是 考試的目的就是 讓大家知道 測試一下自己通的程度 也了解到什麼程度 所以考試的目的 其實在這裡 所以請你 如果練習目的 也是要自己去知道 你到底了解到什麼程度 哪個地方 你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這個 就是不斷地從練習裡面 去找到你的觀念有沒有通常 這個方式 好 所以請你 就跟你講 請你不要做 每個節目都做了 每個節目都做了 其實意思是 每個節目都看了 看了三四五次 就沒有用 都沒有用 請你一定要動手做 好 那所以請你今天呢 至少你回去 先有這三題 請你故意要動手做 那接下來我們說了 但我不是這樣做下課了 因為我們這張台品都要講 所以但我不會把這張講完 所以我們還是會準備 12個下課 但是接下來我要選了 我的本期損益完了之後 體驗單位不見的每個公司 每一年都有 我說不可能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 三五年他這家公司 都可以幫你們 好 所以這個不常有 但是接下來要講的 我們現在叫損益表呢 我們不叫做損益表 我們叫做綜合損益表 我們現在的損益表 不是叫做損益表 現在我要告訴你 那個中漢裡面 我要告訴你損益表 不是叫做綜合損益表 不是叫做損益表 也是叫做綜合損益表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在於 我們在本期損益之後 開始要放的是其他綜合損益 好 但是我要在這裡 已經告訴你說 其他綜合損益 當我在計算每股盈底的揭露的時候 不用算了 好 所以我剛剛講 每股盈底的揭露的時候 只有到剛剛那樣子 繼續音樂單位 停音樂單位 就算本期損益表 雖然我的綜合損益表 下面還有其他綜合損益的 科目或交易的金額 但是我在算每股盈底的時候 是不用算那一個部分的 我只算到本期損益就好了 好 我的每股盈底的揭露 只到本期損益 那我接下來呢 本期損益下面這些 叫做其他綜合損益 那這些其他綜合損益 基本上這些的損益的發生 我們沒有把它列到本期損益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它不是很快就會實現的 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放在 但是它對於公司的損益 或者是的報表是有影響的 在為什麼第五版你不要看 第六版我比較厲害 可以用 如果這本書的作者的第五版就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在第五版的時候呢 它一定不要把其他綜合損益放進來 在以前呢 如果你看以前的報表裡面 其他綜合損益它只會放在 資產負債表的股東權益項下 它叫做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在資產負債表 它不會放棄放在損益表裡面 類似在國際會計準則之後 我們的損益表已經叫做綜合損益表 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綜合損益也會 只要是當期當年度 這個我報導期間 這段期間發生變動的金額變動的 我就會虐待其他綜合損益 所以你要記得其他綜合損益 它的金額是指當年度 會這個報導期間異動的金額 但是我的資產負債表 還是在股東權益底下 我們現在在國際會計準則 它不叫股東權益 它叫權益 我們的分成資產負債權益類的資產類 以前我們叫做資產負債股東權益 國際會計準則就把股東拿掉 就叫股東拿掉 就叫權益類而已 但是股東的組成還是一樣的 沒有種不一樣的 其實名程稍微有一定的調整 那我們在國際會計準則的 資產負債表底下 權益的底下還是有放綜合損益 只是它叫做累計其他綜合損益 累計的話就是指以前 期初加減今年度異動的 得到期末的金額 就是累計的意思是什麼 以前年度發生的數字會併進嗎 但是損益表上面的其他綜合損益 只放的是當年度有發生變動的 要聽懂嗎? 因為損益表是什麼? 我只報導這個會計期間的金額 所以以前年度發生的 跟今年度沒有關係 我不會把它忘記嗎? 所以損益表只報導是當年度發生的 所以其他綜合損益 我也只計算或者是只報導的是 當年度發生的 好 之前年度發生的 我只會什麼? 累計到股東權益底下 對不對? 累計到資產負債表的權益底下 好 所以資產負債表的權益下面放的 叫做累計其他綜合損益 但是我們的損益表上面 放的綜合損益叫其他綜合損益 是指當年度發生變動的金額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請你要先記得 那這個第五版裡面 可能我們的損益表 就沒有特別去講其他綜合損益 所以第五版我會覺得太遙遠離離 最近的有用 因為它變得比較多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其他綜合損益呢 我剛才先強調了 因為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不會直接放到北期損益裡面 但是它對於公司的這個報表 對於公司的資產負債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放在我們的損益表裡面 單獨放在綜合損益底下 所以其他綜合損益跟本期損益一直併下來之後 我們最後得到的是本期綜合損益 好 本期綜合損益呢 是指本期損益跟其他綜合損益合計下來的東西 我們列在一個項目叫做本期綜合損益 好 那本期綜合損益我剛剛已經強調過了 我在計算美股銀行的時候 不用去管綜合損益的部分 原因就在於綜合損益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好 它不是很快會實現 那像對公司的價值有沒有變 有沒有影響 有一些影響 可是它不去很快會實現 所以我就不會列在本期綜合 計算我的美股銀行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其他綜合損益有幾類的交易 有五類的交易 好 這五類的交易可能花點時間來解釋 它其實是很快 所以我們今天講過完 好 所以到這裡我至少請你要把它搞清楚 好 我們再算美股銀行的時候 我們只會計算到本期綜合 本期綜合下面 因為我們現在 國際會計選擇標準編的是中和綜合表 在綜合表中 本期綜合後面會有其他中和綜合的項目 那或者其他中和綜合的項目或交易產生 那這些呢 在綜合表報導的是 當年度發生異動的金額 就當年度的金額而已 但是比如 如果以前發生的呢 我會把它併計 就是 我們會放在國資產貨代表的權益底下 我們叫做累計其他中和綜合 所以累計其他中和綜合是報導年度期末 報導期間結束那天為期的余額 所以叫做累計其他中和綜合 所以包括了之前的 當年度發生的才是到期末 所以我們現在國際會議準則呢 它不叫期末 它叫做報導期間結束日 那其實你要把它想成 就是期末的意思嗎 那國際會議準則裡頭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用詞 那其實呢 它的用詞裡面 你如果很難想像 要比照什麼東西 在國際會議準則裡頭沒有講市價 好 我們之前會講說 成本比市價值低 不能成本跟市價值做比較 在國際會議準則裡面 它不叫做multi value 它叫做fail value 好 那之前呢 還對於這個fail value 好 到底fail value 好 之前一開始有講公平市價 好 後來我們現在講到公平價值 我們現在統一的解釋 翻譯就用叫做公平價值 好 所以你就把它講成什麼叫做fail value 什麼叫做公平價值 你就把它講成市價又好 那當然它不代表市價 因為市價是指你有市場交易的價格 基本上你叫做market value 是市場上有這樣的交易而產生的價值 這價格 可是事實上 因為很多東西可能沒有真正的市場的交易的資料出來 我只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評估出來它的價值 所以它不叫做市價 這樣的用字就很精準了 因為它不是真正有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 所以它不能叫做市價 我只是用很多其他的參考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評估方式得到的價值 我們叫做公平價值 所以我說 你有些人想公平價值是什麼 你就把它想成就以前我們習慣上面所講的市價 其實現在不是會選擇裡頭 對於市價 它是要很精準的用詞 就是真正有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 我才叫做市價 那如果沒有真正的市場交易出來的價格 你覺得很多東西都沒有啊 比如說好了 也同樣一棟大樓 同樣一棟大樓 地保 五樓賣的價格跟二十樓賣的價格會一樣嗎 你說那五樓 五樓賣掉的金額 二十樓賣掉的金額 一坪是兩百萬 那五樓就可以賣到一坪是兩百萬嗎 雖然一樣是地保 位置一樣 建築公司一樣 同一年期待好的 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不同 我們是地理位置吧 應該是說高度不同 市也不同 價值就不會一樣啊 說不定有時候是什麼啊 最近聽到一個廣告什麼 千金買屋 萬金買零 就是說你的鄰居很重要 所以也許那個二十樓的 雖然那個事業比較好 可是五樓的 旁邊的鄰居很好啊 很能夠守望相助啊 這個 你也不能說出它的價值是多好 所以這個很難說 二十樓是賣了每一坪兩百萬 五樓就可以賣多少錢 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就是什麼 可以用一個什麼 公理的價值去評估 因為其他的 這個參考價值之外 我們有其他的因素去把它評估出來 它的價值 所以我們叫做公理價值 所以我說 你有些用詞會很 你會覺得很奧頭 就像我說期末 我們現在講說 你快期年度結束的時候 期末要做什麼 期末要做什麼 現在不對喔 國際快期準 我說 造導期間結束日 好 就做這麼多的文字出來 有些意思都是一樣的 好 只是它用詞它是這樣用而已 好 那我剛剛提到呢 這個地方呢 在我們的其他綜合損益 所發生的 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 但是如果它有了之後 可能每一年都有 可能 每一年 我說可能 好 因為每一年可能下課 都會發生一些調整 所以是可能每一年都有 但是不見得每一家公司 都會被這五類的交流 有哪些 第一個 資產成分 第一個 資產重複真情 第一個 資產重複真情 好 因為呢 土地呢 學會什麼 重化啦 或者是等等的 交通的發展之後 好 像之前呢 現在 之前 現在呢 呃 大概在二十 還不知道 大概在十五年前 像這個高雄市區龍十六 整個美術館 龍十六那邊 非常熱門 對不對 現在 那時候 早期那個 大概十五年前那邊的一坪 就是蓋好的大樓 物體的房價大概八九萬 五到十萬 五到五到 現在一坪多少錢 知道嗎 三十萬 好 那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然有可能因為什麼 他那邊的地價 土地那個增值了 所以呢 如果我在那邊有房子 好 我也有個房子 辦公大樓在那邊 我剛才買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百坪 我才買一千萬好了 好 假設一坪十萬 買了一千萬 現在呢 已經漲到多少 三千萬 好 那三千萬是市價 可是我們用戶價 我們資產重複的時候 基本上是用戶價來平衡 好 我們剛剛有講說 當你原持有的時間的物價 到你現在重複價的時間點 如果物價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五 你就做資產重複 好 那資產重複 我的價值從一千萬 假設重複之後是三千萬 增加了兩千萬 那這個資產重複增值了 增值我這個房子是不是價值的提升了 可是對我來講 我實現的利益嗎 我沒有賣啊 所以呢 這個資產重複增值的部分 在我做了資產重複增值之後 這個金額不能直接去影響我的存業 因為我沒有賣 好 所以這個增值是事實 但是我沒有賣 這也是事實 所以它不能直接去影響到本期存業 所以我直接會放在一個其他綜合水面 當然你什麼時候會實現 當然有一天你把它賣掉 這個重複增值就會實現 但是它還沒有實現之前 我是放在其他綜合水面 好 那資產重複 但是我今年重複 我不見得每一點都會重複啊 好 所以資產重複如果我今年做了 好 我重複增值了兩千萬 我今年發生兩千萬 那我之前沒有發生這個重複的部分 所以我放在我的綜合水面 我放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 累積其他綜合水面是有千萬 那我今年重複 明年我可能不會做啊 因為沒有每一年都 顧價上哪%2%那麼多 好 所以那明年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 對不起 在我的綜合水面表裡面 就不會有資產重複 因為我沒有每一年都去做資產重� 所以我沒有這個經驗的 好 那我的資產還有資產負債表的權益裡面 因為這是以前那個上個年度累積下來的 好 所以如果有累積的話就不會去 放在有一個資產重複 好 所以第一個 當你做資產重複 當年度發生資產重複的時候 增值的機會 只有增值喔 那如果有跌跡啊 好 假設我現在的資產重複 現在呢 呃 現在應該有 假設上一次 最近哪裡淹水 假設剛剛講到 剛剛聽說怎麼淹水 假設我買的時候那個 沒有土地過度開發的問題 所以淹水的問題 好 結果現在呢 因為過度開發那邊淹水淹得很厲害啊 所以那邊房價大利 那我資產什麼 重複之後是什麼 減少 就是價值減少喔 好 那價值減少的話呢 我就直接列入移業外廊 好 我做了減損 我做了 當你發生損失 省慎性 省慎性 你有損失 只要公記得出來 你就要承認 所以承認就是資料嘛 立即影響當地的水利 所以你喔 這邊所有的金額 可能是損 可能是利 可是只有這一個 它是重複增值的時候 才會放在這裡 它如果是發生減損的話 它是直接影響本情損益 因為在我們的會計裡面的省慎性 省慎性就是有損失 只要估計得出來 你就要承認 因為承認就是什麼 要在你的報表上面反映出來 就是你要記帳 要記在你的日記簿裡面 擴張到分類帳 然後轉映在你的財務報表上面 那其實這個潛損 當你發生的時候 是直接影響本情便宜 才是我們所謂的承認性 好 那如果你是增值 因為你還沒有立即 你還不知道什麼聲會慢 你不見得那麼快會慢 它不像體驗單位說 我就是最近期之內就會打紙門票 不一樣 所以它只會什麼 放在其它中的屬於 等哪一天你實現了 再把它重複 好 這是第一個 思產重複 要真實的部分 好 第二個 好 我先講一個是 我們可能至少這句型不會講到的 未認點 退休經 對不起 好 這個因為講起來 就要從退休經來講 所以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我是有答案來講 而且退休經照理說 說我們94年開程 確定提波制 會有退休經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什麼 我們的確定給付制之下 才有退休經的派資處理 如果是確定提波制 其實是因為退休經 就會出一個問題的 好 那這個 因為我們94年之後 未來你們去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 那你們的退休經 未來就是什麼 確定提波 就是說 雇主每年股定 從給你的薪水提波 6%到你的個子上股 就6% 好 那以前的退休經 叫確定給付 好 確定給付之後 根據你在公司的過年資 根據你的薪水等等等等 好 你退休之後 我確定給你多少退休經 這個叫做確定給付 好 那確定給付 因為它有不確定性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退休 退休那時候你的薪水會多少 這個都還什麼 用估計的方式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確定提波是 我給你薪水五萬塊 我每月都自己多三千塊 到你個人的帳目 沒事了 以後給我勾發 那是你的事啊 所以這個就是確定給付 那這個確 但是呢 在我們94年之前 我們的退休經的辦法是 確定給付制 就確定給付之下 因為未來不確定 所以它又估計的 那既然估計的話 當你的精算假設發生變動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會怎麼調整 那因為調整精算假設可能會 也不能說常常嘛 可是它變動 假設你在跟一家公司工作三十年 基本假設變動可能會發生了很多次 所以你每次一發生 就馬上去調整你的當期損益 影響領域退休金費用的話 那一個公司的損益的波動就是什麼 就會比較大起伏 會比較平凡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他自己 本身造成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於退休金 未認屆的競損師 我們就會什麼 先把它放在其他中間處理 好 那這個基本上我不會去講它 這個我們應該再講 固定資產的時候會提它 因為我估計我們到下學期 也不可能講到退休金 未必出入 一則我也不太想講 因為94年之後 就沒有確定幾次製作問題了 雖然前兩年的國考 常常出退休金的 會計處理問題 我現在也不懂 因為基本上再過個15年 你們就沒有 94年再過個15年 因為那時候常常 那個時候有很多人 公司 在公司服務的人 都問我說 那他要不要把它改變成確定幾次 確定幾次 就問我要不要過這件事情 那就其實每個條 公司狀況不一樣 跟你們說 所以我預計其實從94年 再加個15、20年 15年也差不多 109年可能就會這個 推休金的確定幾次製作下的 18號公報又處理的問題了 所以這個 這樣我們不應付的時間 現在我們不應付 而且未來很太不容 那今年 好 去年 反正只有出現什麼地方 前兩年有出庫 那這個 這個因為我覺得 沒有去講它的意義 就是因為 未來不會有這個 快適出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我先去講 後面還有三個交易 所以我們就先不講到這 所以我剛剛來講說 這兩個先講 其他綜合主義有 五個課 來在我們六十六年間 這兩個五個交易內向 我先講前兩個 前兩個 變成金的 好 之前重複的 我們就講過一件的時候 現在就來講的是 如果現在這個交易行為 我們就要下一個禮拜 就要下一個 那這個說明 我們的三個交易 他大概要稍微的解釋 這是什麼樣的交易所採取的 現在要放些時間來解釋吧 我們就會覺得 下個復居再說 好 我們再繼續一下 這個交易 好